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 I'm Miss Lee 我是 Miss Lee 很久沒見了 近期比較忙 所以就少了做影片 因為真的沒時間 連休息也沒什麼時間 我也希望之後可以再做多些影片 給大家和大家分享 因為近期很多朋友可能都知道 我就和另一位老師合夥 開辦了一間巴雷舞的舞蹈中心 所以擁有自己的跳舞的學校 巴雷舞的學校 其實都是一件開心的事 但實在真的太忙 太多事情要處理 所以就少了時間做這些我很想做的事情 就是錄影片和做影片給大家 但是我對於這個 passion 其實是沒有減弱的 言歸正傳 其實很想分享關於 因為我自己也有很多成人的學生 其實周一時他們都會有些疑問 都是問些什麼呢? 究竟我怎樣可以做好一點這個動作 我怎樣可以進步他的舞藝 應該這樣說 大家都有很多疑問的 但是其實我覺得不只是以下我分享的 一些我認為大家要注意的東西 或者是怎樣去一些 tips 給大家 不是只要去成人的那方面 其實我覺得所有 general 跳巴雷舞的學生 都是適合的 我概括了幾個方向 第一件事就是 我覺得如果成人去學跳舞 很多時候他們擔心自己的筋很硬 不夠軟度 或者是我這麼大的學 學不學得來呢? 因為覺得巴雷舞很難學 好像遙不可及 其實我很想說 巴雷舞不是真的只是你的筋骨很軟 就會跳得好 可能其他舞蹈的種類 有些舞蹈可能真的需要這麼軟的筋骨去跳 才會好一點 其實巴雷舞當然都需要有一定的軟度 你才可以跳得更加好 而且它的要求都會有一個flexibility 但是大家不用太擔心 我擔心說我擔心不到一字馬 那我是不是跳不到 其實就不是的 如果你說怎樣想改善這個軟度 其實除了 拉筋 之餘不只是拉軟了就可以 而是你們要加一些力度的訓練 譬如它們的肌肉的筋骨 的一些筋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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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筋骨 的筋骨 加一個加強肌肉能力的訓練 才可以令到 譬如說我想提高一點的 不只是軟度就可以了 另外就是為什麼我說巴雷姆 不是真的軟度就可以了 因為巴雷姆其實更加在於 專注你們的力量 以及你們的控制能力 更加為重要 很多大人都記不到 說記不到動作 上課 很難記一些動作 其實我很想說的是 當你上課很專注 你專注在這個過半小時 或者一個小時裡面 你享受這個舞蹈課程 其實你自自然然 你學一下 如果老師 老師也是會循序漸進 會教大家的 其實你是不需要擔心 說記不到 反而其實是可以訓練大家 腦部的活動 反而是我覺得 有一種習慣是 關於自己的習慣 什麼叫做自己的習慣呢 就是你們自己的 對於學這門藝術 學這個想課課堂的時候 你怎樣每一課 都保持著有這個自己的習慣呢 就是你要 接受正確的技巧 一些正確的技巧 因為巴雷姆是不能騙的 就是不能騙的 因為你想走自己的 我想做到這個動作 我這樣做吧 其實是不行的 反而是濃厚反絕 所以你要 要接受正確的技巧 還有有一個方向 你一定要相信你的老師 你要對你的老師的信任 你要去聆聽老師 而我發現很多同學 其實他們這樣聽而已 當然帶人聽完 你們會去再吸收 然後究竟對不對 真的不適合這件事 但是其實你要信任老師 然後你真的要去執行 譬如老師說你要改正這件事 那你就真的要執行 這樣才有用 另外就是 下一部分就是我想說 現在現金科技 這麼多科技的東西 這麼高科技的東西 其實大家最好錄下自己 譬如我今堂 我跳這隻舞 或者我下一堂再錄 即每一次 保持著自己的進步 或者其實 有時候看著鏡子跳 其實跟你看著鏡子是兩回事 永遠你不提自己跳 跳成怎樣 其實你永遠不知道自己有什麼問題 所以最效益的是錄下它 那接著就是說 譬如有些同學遇到 我住不到屁股 我這個圈住不到 我很害怕 其實當然你要去練這個技巧 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你不要做這個動作之前 你想自己不行 就是你想自己 我一定跌的了 我一定有這樣 至少你要想 你很決定去想 我是做到 我就是轉這兩個圈 我就是轉這一個圈 因為你很多時候 心理上的方面 其實是跟你身體 是息息相關 是大家是互相關聯著 還有是會有影響 所以我希望同學 當你跳舞的時候 你要告訴自己 我做到了 我是要今天做到這件事 那你就會慢慢慢慢 你就會成功 另外就是有很多練習 我覺得是 因為巴雷舞 其實是一個全身的 全身體的一個訓練 不是其實靠腳 那麼簡單 當然腳的也很重要 鼓勵同學 用彈力帶 去練多一點 去幫你們 將你們的腳步的能力 去再加強一點 還有適應 肌肉和你們的肌肉 適應 以至你的腦部也是 你的腦部也是 要適應 那種巴雷舞 跳巴雷舞的時候 那種 運行肌肉的感覺 那你這些 持之以行去做 才會有用 就是不要說 我只是做一兩次 就當做了 我覺得大家可以多觀察一下 觀察一下身邊的 或者你可以多看一些人 如何跳舞 觀察多一些 你可以多看一片 或者看一些Ballerina 是怎樣跳 或者你觀察一下身邊的朋友 跳舞是怎樣的 當你看得多 其實你會理解到 藝術這方面的東西 其實很多時候 每個人是 氣質不同 身體不同 能力都不同 其實你跳出來 同一個動作 都會有不同的美感和氣質 那你說 怎樣去把 emotionally 去貫注下去 在你們的舞蹈上 加強情感 其實這件事很個人 也是一個自己自身的 本身的個人 人生經驗 所以很難說 老師要教導給你們 但這件事 是慢慢慢慢可以 摘磨 和慢慢慢慢可以探索 這件事 我自己覺得 是最有趣的地方 其實巴雷姆 是不能趕快的 跳舞方面 也不能趕快的 越 要給多些耐性 越趕快 效果就越差 反而你越 放多些心機 給他長時間 慢慢 慢慢增加 慢慢見到 進步 這件事才會最有效 所以也不需要 太急趕 或者太擔憂 有很多事情做不到 可能你今個月 能達到 一些東西 其實已經是一個 很好的 進步 到最後 希望大家 可以想一件事 跳舞的時候 你可以想像 你是有條線 連成了你的頭 你的手 你的腳 當你跳舞的時候 你感受一下 整個線條 感受一下 你身體外面的空間 不要只要在 那步驟去做 這些就是 關於 可以在你的舞姿上 可以表達得更漂亮的 更有感覺 更可以更流暢 還有可以 整個混合裡面 你會感受到 你在跳舞的狀態 大致上 今天想分享到這裡 不想弄得太長 希望之後 接下來的時間 可以錄下 生活的Vlog 我們下次再見 希望大家繼續關注我 還有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然後 留意我的IG Facebook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